大家好,我是莱波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7号 又到了咱们爱说的时间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学习 《道德经原文》的第42章 首先呢,我把原文呢,先跟大家来一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复阴而抱扬,充气已为何 人之所物为孤寡不古 而王公已为称 故物或损之而亦,或亦之而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强良者不得其死 五将已为教父 好,这是原文 那么这一章啊,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知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二三 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一,代表宇宙中的能量 二,代表我们大自然中的细微的粒子 三,代表我们生活的地球和太阳 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应该好理解了啊 就有一个明确的线索和思路 大自然到宇宙本体虚空产生能量 能量又会产生极微的粒子 粒子呢,会通过它运作产生的太阳和地球 地球呢,通过太阳和地球的运作和话语啊 又会产生我们人类动物和植物 好,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大自然呢,通过动态的平衡 来维持整个物种的繁荣和生生不息 可以举个例子 羊,狼,草三者的关系 狼吃羊,羊吃草 土壤呢,又会生出草来 如果我们人为去干预 造成了狼的数量越来越少 草就会造成呢,羊的数量必然会增多 最后导致我们的草会越来越少 草少了以后呢 地球就会越来越荒漠化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是我们人类在干预 但是大自然呢 这三个物种呢 会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中 而生生不息下来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咱们明天再见